2022年7月19号星期二 股市早播报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古邦 昨天大盘没有按照剧本来演 提前抢跑了 古邦的三级操作 第一级和第二级操作已经完成 现在进入到第三级操作阶段 叫做抢反弹 那大盘应当在黄金风格位这个附近 就是这个黄金风格位 他们的这个附近 这样来讲出现止跌迹象反弹 这样来讲呢 我会积极参与 但是昨天抢跑了 没等到黄金风格位 直接这个位置来了一个跳红高开 那这种情况下 有些手忙脚乱是实话实讲 这种瞧瞧昨天直接一个跳红高开 这红色线啊 就下面这个线 是零轴 这嘛 上面数字显得着 3228 这是零轴 但昨天是跳红高开 稍稍一回打零轴 立即就飞起来了 昨天这个情形走的呢 很特殊 但市场就是这样 人们不能改变自己 那么呢 你怎么办 你就得改变市场 可是市场先生 谁也不听 就这么任性 那么呢 我们只能改变自己 在技术上讲 昨天 看这个位置 出现了一个序列的低九 往往在技术上讲 序列低九呢 会出现 预示着后面有上涨 这个本身没毛病啊 但是实话讲 这个位置 由于它要是再往底下打 深一点 还挺好 但是没有 没有往下面扎 也就是没进入底下 这个一坨黄金分割位 这个区间 所以这个地方呢 看上去就有点瑕疵吧 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 昨天的上涨 几乎收复了前方 这个所有的势力 瞧瞧 一下子回到了这一坨 这一坨 那么 这种涨 显得有点不太踏实 就连主力 显得也很无奈 你看昨天是塑量啊 就证明主力 都没有办法上去车 什么意思呢 就像乘客们都上车了 可是 把驾驶员甩下了 驾驶员还没上车呢 车就启动了 你说现在大盘 有没有有点像这个没有驾驶员的就这辆车呢 你说这种感觉心里能踏实吗 反正不管怎么说 咱们也不用管那么多了 市场上有一句谚语 叫做小车不倒 尽管推 那么今天我们就得看市场的热度还在不在 如果市场热度还在 有热点 那就得上车 我首先呢 要加仓15% 加仓15% 要选那些个没涨的来试试 逆向操作嘛 那样来讲 如果出现什么异常 咱们也方便一点 它没大涨或者没涨 那它这个位置可能颠簸的就差点呗 总仓位控制在40% 不过这个里面随时准备跳车 用这个词跳车而不是下车 就能代表没有驾驶员这个车 谁知道会怎么样呢 也不知道能不能从容的下车 所以用了这个字 那么咱们不能唱空 用这个例子来代表我的心情 以上是个人的分享 没有知道别人的意思 再说国外的消息方面 屋外长说 只有打败俄 那才能坐下来谈判 有人说这么有底气吗 还有人讲 这都是屋的背后 有美的授意才拒绝谈判的 这个问题看起来 不管是不是受于大应识 但有一点 我们现在看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了 再说欧盟成员国一致批准 一个叫做数字市场法 这么一个法案出台了 它主要是管理那些个 有市场支配权的这种公司 大家都明白那是哪些公司 他们有的时候滥用自己的支配权 垄断地位吗 再说土耳其可说了 如果瑞典和芬兰 不按照土耳其的要求 这个条件来办 那么土方随时可以冻结 瑞典和芬兰的加入北约的进程 你看看这一票否决呀 再说隔夜的外盘 美股冲高回落 冲高回落 现在三大指数都收跌 道指跌了0.69 纳指跌了0.81 标普跌了0.84 像医药啊 消费这些电子板块 出现了跌幅居前 油气啊金属这些板块呢 出现一个走高的态势 我们中概股可是一个扑长 欧洲那边是扑长 原油98美元 黄金1710附近 中国大妈不知道抄底抄得怎么样 再说说咱国内的消息方面 北上资金昨天净流入35个亿 可是比亚迪可是流出4个亿 昨天央行开展了一个120亿的七天提借回购 昨天当天有30亿到七 那相当于往市场上就净投放了90亿 有人说怎么个情况 又是30亿又是120 现在怎么没有个大整数呢 对呀 最近这些天就这个逆回购啊 都是在小股道 那好 说说咱的证件会 批准了开展中正1000的 叫股指期货 还有期权交易 这东西是社期的 大家懂得不帮不碰 因为这东西杠板太大 中金所也发布了相关的一些个规则 来了 这个中正1000的股指期货交易啊 还有这期权呢都来了 那好 再说旺科 旺科分拆物业云 就他这个旺科有一个叫做万物云啊 就是关于物业这方面 到境外上市 就是常说的H股 那么他光说境外 能不能又涉及到别的呢 这个是个问号 不过从这个方面我们看着 通过这种这个核准 那么这个房地产 现在可有一点样子了 你看这么多天来 房地产就是头一个像样的消息 再说大梁万达 接手合肥的一个烂尾项目 这个叫做什么万什么中心 预计呢 今年12月底 完整工看到没 这个是对于乱尾楼的实质性的利好 那么这样的消息多推出点 还行 再说咱们国家旅游休闲 这个发展了一个发展纲要啊 说要优化全国这个年节 法定假日的这个时间分布格局 有人说你时间再怎么分据 法定假日不是那些天吗 难道还要捏到一块 整出很多小长假吗 但愿啊 因为实打实的说 现在呢外国去不了油 很多人呢消费都在国内 但是国内消费上不去 怎么办 就得把这个天数啊 别打散 想办法捏一捏 还是说想办法放一放呢 看看这个问题能怎么发酵 今天旅游板块能不能动呢 那好再说农业部 说推进政策性的 还有开发性的这种金融支持 支持农村农业这方面的 基础设施的建设 有好多人都说 说现在这个城 这个农村都空村了 这个是不是在发展 你就还能怎么样呢 这个问题可不是咱们该考虑的 我们只看结果 那么向那要投资 这个就涉及到很多资金 比方说现在不有一直在搞吗 说叫以工带什么的 这个字咱们不方便说 就是要汇民 要增加就业 那么就得有劳动力的一个出口啊 那建设才能有出口 投资嘛 再说干能 现在可停牌 是不是啊 现在副牌啊要 审核完成 只是说了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 但我们都懂 干能它是一个风向标 看看今天 它能不能继续又是板 什么的 好 说说咱的操作啊 我现在的仓位是被动性的 有25% 像食品饮料5.8% 这个半导体5.5% 繁电池5.5% 元宇宙4.7% 还有教育4.1% 这五个品种 现在是25.1的仓位 我们先准备一些个买一些 这些没有涨的品种 今天 你像关注一些个资产重组的 还有这个半年报的品种 另外现在我盯的热门 最盯的就是繁电池 我是古邦 喜欢的加关注 上午到底怎么搞的 这个过山车也好 还是今天能不能出现热度再上涨 很关键了 上午搞了什么 中文朋友们讲清楚 好 朋友们我们中午收盘见